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自地面 同一個位置 將兩物體間隔兩秒 間隔兩秒 然後把這個物體拋出去 先後以相同的初術 垂直上發 求兩球相遇時的速度 我們假設在這裡相遇 就是說在這裡相遇的話 一個是上去的 一個是下來 下來的話是從這裡到這裡下來 上去的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比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多了兩秒 就是說這個物體 從這裡上去再下來 這個時間也是等於兩秒 等於兩秒 好 那麼他問說 求兩球相遇時的速度大小 要求這個不一樣 他有說如果相遇的地點 是高是多少 高是495公尺的話 那麼他會出速多少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兩個物體的速度差多少 我們知道說 這個比這個的話 早兩秒射出去 我們曉得說 他這個V的話 他這個V的話 經過兩秒以後 他速度減少多少 經過兩秒以後的話 他那個速度減少量 上是等於多少呢 上是等於那個GT G是往下 所以是負等於GT 再T是兩秒 所以是負十 黃基是十 那乘以負號代表向下 乘以2 所以是負20 也就是說 第二顆的話 比什麼呢 第一個的話 速度變化是向下20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假設是V2 這假設是V1 也就是說 當他們騰空以後 兩個騰空以後 他們的相對速度就等於0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他上去兩秒以後 他才上高 也就是說 他的速度比他的速度少 少的意思就是說 往下 他的速度比他的速度多少 差多少 差這個20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是V2 跟那個V1的話 差多少 差20 就是說V2 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V1 這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負二十 負二十 好 那他在這裡相遇 就是他在同一高度的時候相遇 這個時候他的速度 跟他的速度大小一樣 他向下他向上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速度 速度呢 是等於負V 我們假設他的大小是負V 他的V 他的速度是V 所以我就曉得 負二V 等於負二十 那這樣我就曉得 V1 V1 是等於二十 公尺每秒 這是第一小題 不對 負尺 A10 好 負二約掉 這是十公尺每秒 這是第一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說 如果相遇的位置 離第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五的話 那麼他們出租多少 好 那我假設 他從這裡到這裡時間 是T 這個時間是T 那這T跟什麼 跟他從這裡掉到這裡 時間T是一樣 好 那我現在如果 怎麼算這個 我就從最高點這樣算下來 最高點到達這裡呢 是經過一秒 因為 從這裡到這裡兩秒 所以這裡T 是等於一秒 好 那我讓他從這裡 掉到這裡 減掉 從這裡掉到這裡 是等於四百之數 也就是四百九十五 是等於多少 二分Z 那我現在定向下為正 Z 從這裡到這裡時間 是一秒 加上T秒 T加1 乘以四百九十五 那看得到 從這裡到這裡的 高度 O分Z G 乘以一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 把那個O字G 除過去 也就是說 T加1的比方 減一 等於多少 一是十嘛 這十分之二 乘以四百九十五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一個的話 是等於二乘以四百九十五 它除以十 這是九十九 那把1移過來 剛好一百 T加1的比方 剛好一百 那就是T加1 等於十 也就是時間T 等於九秒 從這裡到這裡是九秒 從這裡到這裡也是九秒 從這裡到這裡也是九秒 好 那現在貪污什麼呢 貪污初速啦 啊 初速就是 初速你就讓它從這裡 直接掉下來 從這裡到這裡是十秒 自由落體十秒 那就可以求多那個速度 所以V0 是等於ZT T的話 是T加1 T加1 T加1是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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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十乘以十 所以是一百 一百公尺每秒 所以初速是一百公尺每秒 所以初速是一百公尺每秒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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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